道别马拉多纳 大家好,欢迎来到天天汉语 为了纪念上个月刚刚去世的球星马拉多纳 今天我将用汉语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他精彩的一生 如果你需要本期视频的文本或音频文件 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免费下载 下载链接就在视频下方 好了,我们现在开始吧 2020年11月25日 阿根廷球星马拉多纳突然在家中去世 很多球迷说 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因为马拉多纳一直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足球运动员之一 他三岁开始踢球 11岁因为非凡的足球才能登上报纸 17岁成为了阿根廷历史上最年轻的最佳射手 22岁开始到欧洲踢球 并且多次帮球队赢得了冠军 26岁时带领阿根廷队赢得了世界杯冠军 他一生参加过四届世界杯 给球迷们留下了许多精彩的表现 其中最精彩的三次进球 被球迷们称为上帝之首 世纪进球和世纪助攻 他把阿根廷国家队带上了世界杯的赛场 为阿根廷人开创了一个辉煌的足球时代 因此,在很多阿根廷人的心中 马拉多纳就是他们的上帝 为了表达对他的崇拜 人们甚至还建立了马拉多纳教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马拉多纳因为吸食可卡因和药检事件 而被禁赛 这也给他的足球生涯留下了遗憾 1997年 马拉多纳选择了退役 退役之后 他成为了一名足球教练 仍然活跃在足球领域 现在 马拉多纳已经去世了 但他给球迷们留下了一段永恒的回忆 2020年11月25日 阿根廷球星马拉多纳突然在家中去世 很多球迷说 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因为马拉多纳一直被认为 是20世纪最伟大的足球运动员之一 他三岁开始踢球 11岁因为非凡的足球才能登上报纸 17岁成为了阿根廷历史上最年轻的最佳射手 22岁开始到欧洲踢球 并且多次帮球队赢得了冠军 26岁时带领阿根廷队赢得了世界杯冠军 他一生参加过四届世界杯 给球迷们留下了许多精彩的表现 其中最精彩的三次进球 被球迷们称为上帝之首 世纪进球和世纪助攻 他把阿根廷国家队带上了世界杯的赛场 为阿根廷人开创了一个辉煌的足球时代 因此在很多阿根廷人的心中 马拉多纳就是他们的上帝 为了表达对他的崇拜 人们甚至还建立了马拉多纳教 在上个世纪90年代 马拉多纳因为吸食可卡因和药茧事件而被禁赛 这也给他的足球生涯留下了遗憾 1997年 马拉多纳选择了退役 退役之后 他成为了一名足球教练 仍然活跃在足球领域 现在 马拉多纳已经去世了 但他给球迷们留下了一段永恒的回忆 求星 求星 阿根廷 阿根廷 去世 求迷 标志 标志 伟大 伟大 冠军 冠军 世界杯 世界杯 上帝 上帝 火 延标志 如獰 memor 这就是球星马拉多纳精彩的一生 现在你是不是对他有了多一点的了解呢? 你喜欢足球吗?你是谁的球迷呢? 欢迎在评论里告诉我们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分享和订阅哦 我们下次再见